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7号 9月15 然后9月下旬 然后10月中旬 它总共 胡连自己讲是请辞三次了 但是我们看到它含杂它是请辞的四次 那我们可以说 胡连它为什么不断地要求请辞 那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胡连讲到了一段 我没有写在书上 它说过去它在大陆也好 它打古宁头也好 它打外岛战争也好 它的指挥官是有权责的 我这里我讲东三岛 东三岛那一次元国争 它那个陆战队团撤退了 陆战队团已经撤退了 就是从东三岛打完 它们要准备回那个金门的 结果发现元国争还有一个团在岸边边战边打 那个时候所有的船队都要转向金门 各位晓不晓得 你胡连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 不只做了一件事情 第一个 命令你把重机械枪炮完全丢在海里 第二个 出资一百二十万 不是勤台必要 银员 一百二十万银员要把元国争这些人全部救回岸上 第三个 命令海军 黄正白立军令状 如果救不回来 唯你试问 一方面 胡连把美元 美元就是CIA支柱台湾的武器 海上游击队的武器全部丢到大海来减轻船支的重量 那二方面 它奖赏一百二十万银员 就是折合新台币大概是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 我可以告诉各位 可以买在台南市的东门区 你可以买三百六十栋房子了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要求海军立下金令状 胡连说那一次他没办法把袁国争 陆战团给接回船上的话 包含他都要请示 然后他说他也下定决心了 不干军人了 就是说他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就是那一次是东山岛战役 我们拿东山岛的战役 你来看八二三 东山岛是产生 还有一个团在岸上 胡连他敢立军令状 那为什么到了八二三 他就感到阙落 这个中间难道没有原因吗 一个平常非常勇敢的人 对于钱都不在乎 我可以告诉各位 CIA打过胡连的报告 打过胡连的报告 就是东山战役 你卫军允许 你把枪炮通通都丢到海里去 那些都是美元物资 那些全部都是美元物资 可是胡连概括承受 然后再出家一百二十万银元 非要救那个袁国珍 所以每一年的那个胡连的寿城 袁国珍一定来看胡连 他告诉胡连第一句话 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今天我还在东山岛打游击 这个是胡连亲口讲的 但是那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那我只在张晴光的回忆录上面 看到了这一段 但是没有文件佐生 所以我也没写在书上 但是参谋本部的周志柔时代 是有一个检讨东山岛的报告 那个报告的纸笔人 是当时候的连山助理次长 但是因为他的报告 是用钢板刻的 所以变读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相对于像国使馆的资料 还有国家档案局的 国家记忆库的 还有文化部的国家记忆 那个资料没有 就是说检讨 胡连东山岛战役的报告 事实上的确是存在 不但存在 而且对胡连非常非常的苛刻 胡连也就是为了这件事 他也要辞第一军团司令 但是在金门战役 各位 金门八二三炮战 胡连讲 他请辞四次 可是在寒杂 他是请辞三次 我们当然是以寒杂为主了 因为人的记忆 你或许会有一点失忆 或者是记不清楚 但是我们就寒杂上面讲 他有三次 第三次请辞成功 我可以告诉各位 那个根本不是请辞 那个是被撤职 只是大家讲个好听一点 他那个回到台湾 因为胡连回台湾的前几天 你王淑明特别驾机在金门降落 他告诉胡连 说胡连学兄 你是否跟我讲 你是否跟我讲 你指定的金防部司令官人选究竟是谁 好 那胡连 那个时候应该指定的是另外一个人 但是王淑明不管 就命令张国英指挥 当胡连那一天回到台湾 居然会有两架飞机 一架飞机飞松山 一架飞机飞高雄 他飞高雄干嘛 到寿山见蒋介石 这个人就是金防部代理司令官 叫做张国英 两个人 一个人卸任 一个人交接 交接完了 两个人同时回到台湾 金防部群龙无守 金防部无主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里面究竟发生什么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以后如果他有史料跟档案的话 那我一定会把它找出来 来好好解释这件事情 就胡连寝食 第二个 蒋胡争执 其实蒋胡争执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文杰 这个是胡连讲的 蒋介石想趁这个时候 进攻下门 胡连不同意 但是那我没有任何资料佐证 这个是胡连讲的 这个是胡连讲的 可是那我不敢写在书本里面 为什么不敢写在书本里面 胡连讲的不一定对 我要看到资料 那我才能佐证 我才能够帮胡连翻案 如果没有资料 如果没有资料 那我不是听胡连讲的什么 我就通通相信 我就通通记下来 那我不是这种个性的人 胡连讲 823炮战 除了一方面整军军武以外 一方面进行反炮战以外 况且蒋介石密定胡连 进攻下门 那胡连认为说 进攻下门这件事 没有美军顾问团的同意 那无意是自杀 但是他又不能讲的那么明白 就在那边拖 因为那个时候 胡连的三大要职 金防部司令兼金门 战地委员会的主委 然后兼反攻军总司令 还有兼反攻救国军 就是海上游击队的总指挥 他是四大要职 他是其中一项叫反攻军总司令 反攻军总司令是历任 金防部司令 无论是胡连 无论是刘豫章 无论是胡连 无论是刘安琪 无论是王多年 他们通通兼任过 就是说金防部司令 他还有另外一个职称 只是从来不献诸在文字上面 叫做反攻军总司令 那那个时候刚刚好 刚刚好 胡连说他眼疾青光眼 各位知道青光眼是要紧急开刀的 那个时候是要紧急开刀不能拖的 可是胡连的青光眼 我可以告诉各位好不好 回到台湾不医治 去日本还不医治 一直到他去值隔年的八月 八月还是十月那我忘掉 八月还是十月他到西德去医治 一个青光眼可以拖个一年多 那个是笑话 所以青光眼根本不是理由 他真正的理由就是说胡连认为 你要反攻的话 必须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那这一点触怒了蒋介石 认为他跟陈臣两个是一个鼻孔出气 这个是他的真实的内幕 那这本书 坦白讲 那我不敢写到这一段 为什么不敢写到这一段 没有东西佐证 那我不能听胡连讲 你口说无凭嘛 所以各位去看刀锋战将 刀锋战将这本书 只要胡连讲的在文字上面 文书上面都有佐证 那很多人讲说 那胡连走工走私 也那个没有文书佐证 谁说没有 有啊 就是就是刘豫章 禁止他跟金门贸易啊 搞那个三角贸易啊 这个我就敢写啊 可是胡连走工走私的公文 我到现在没有找到 但是从刘豫章的公文 可以证实一件事情 就是胡连无论如何走工走私 都是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否则蒋介石不会下这个公文 还下给于鸿君 下给彭彭器 我就是看到这个公文 我才敢写走工走私嘛 那你说 胡连没有走工走私 他的公文的确没有 我查了个半天 我都查不到 我的确没有 可是从刘豫章这个 就是说 禁止金门跟香港之间的贸易 你回推过去 你回推过去就有嘛 金门跟香港贸易的确存在 否则蒋介石不会下这道命令 不会骂他公堂素斯恩 就是有了这份公文 我才写走工走私 他为什么走工走私 没有这份公文的话 那我根本不敢写 因为呢 我不知道胡连讲的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因为有 我刚刚讲是佐证 只要有史料档案可以佐证的 我敢写 没有史料档案 那我根本不敢写 为什么 我们不能说 那你讲的都是对的 或者那我写的都是真的 而是说 当你有史料跟他讲法都完全符合的时候 我当然相信真的 因为史料的反应就是这样子 史料反应出来 果然胡连跟蒋介石之间 斗争或者争执非常厉害啊 因为一般表面上 那你看不出来 可是看到档案你是触目惊心啊 触目惊心因为蒋介石跟胡连之间的寒杂 未来会那个公布 他跟蒋经国之间的寒杂 这三者之间 那你对的起来 你刚刚好 把1950年代到1962年 整整12年 军系内部的问题完全爆发 这也就是说 蒋介石为什么会花12年的时间 去重新整治他的部队 这个就是我从前讲的 其实整编部队 比创立部队还要难 创立部队 对无中生有是非常的容易 只要你下定决心 你有魄力 就跟胡连 主政金马的时候 他可以无中生有自力更生 混得风生水起 可是一旦叫他适应制度的时候 那对不起 双方冲突一定有 因为两方面都要根据制度找 对不对 这个是胡连跟蒋介石之间的一场斗争了 因为蒋介石想要建立制度 那胡连老是用自力更生 自力自强 自力更生 等等这个 所谓自力更生 自谋深入 自力自强 都是不循制度的 所以他在制度上面 一定会发生权力的摩擦 那或许 当蒋介石没有办法养活部队的时候 那你胡连的自力自强 自力更生 自谋深入 的确把金门守下来了 可是你不能形成一军两制 可是他要一军一制的时候 问题那就来了嘛 问题怎么来了 大家遵从制度嘛 这个是蒋介石跟胡连之间 经常为了制度 他发生的摩擦 不是说胡连愿不愿意退让 蒋介石愿不愿意退让 在制度的面前 蒋为了要建立制度 他不得不这样说 那你可以说 这个是封建守法 其实不是 当你没有制度的时候 胡连是可以帮你守住金门 当你想要建立制度的时候 你如何排除一军两制的干扰 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蒋要求胡连顶住 蒋介石的确写了一封信给胡连 在蒋呼喊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你只要顶住两个星期 美军援助一定来 这个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台海关系紧张 蒋介石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金门你要顶住两个礼拜 美国援助一定来 823到93 各位想想看 823到93 8天加3天 9月7号 美军正式提出援助 9月7号 7加8 各位想想看 15天 16天 因为8月是31天 各位来看看 蒋呼喊杂最有内容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一段 你要顶住两个礼拜 美军援助一定来 换句话说 所谓美军援助跟美军反应 就是两个礼拜 那台湾呢 就是老是有一些人 不去看历史 我认为一天 就把台湾占领了 炮击一天 金门就如何了 蒋介石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要你守得住两个礼拜 美国的援助一定来 原因是原因 典故出在哪里 典故在蒋呼喊杂里面 写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 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 台湾能不能顶得过两个礼拜 虽然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当你顶不过两个礼拜 你的命运怎么样 大家想 当你顶过两个礼拜 你的命运你又怎么样 大家想 但是这里面 最重要是两个字 顶住两个礼拜 当你能顶住两个礼拜的时候 你得到者夺住 当你连两个礼拜都顶不住的时候 大家就要审慎思考一下 这样子对抗值不值得 那毕竟金门至少顶了将近一直到10月12号 从8月23到10月12号 就是因为金门顶住了才有八寸流的进来 所以各位不要去小看这两岸问题 也不要小看历史 往往我们的命运 这个历史都给你提出的答案 只不过看你相不相信而已 请不吝点赞 tor